嗨 嗨 神經病 神經病 大型 對 這一定要吃 OK 好 但是她的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她不 要不要先吃我再來吃 我想先吃一下 切完以後就不吃 先接了 先接了 接完就不敢吃了 我們看這是什麼 我不管 我要摸 妳來 好掙扎 昨天才跟我先吃 真的假的 好 來喔 還有重金屬拱含量 拱含量 拱嗎 拱問題在哪裡 其實大家可能 看到這個都覺得很意外 因為最近幾年大家都覺得 吃魚最健康 對 你們不是叫我們不要吃紅豆 要吃魚嗎 對 可是重點來了 魚還有分種類 你會發現真正那些養生的人 對 他們都會告訴你 他們希望你吃的魚的大小 是剛好一個盤子 裝一條的那種尺寸的魚 為什麼 所以頭跟尾都可以在你的盤子裡面 那種尺寸的魚剛剛好 太大還不小 對 可是你們這些種魚 像這種比如說鯉魚和鮪魚 他就說你很大隻 尤其是鮪魚超大隻的 所以牠是食物鏈的最後一環 所以牠吃小魚 然後就把所有東西 都累積在牠身體裡面 你不愛吃生的 這種還好 還好 不過其他選這樣 蚵仔麵就OK 但是你可能會吃什麼龍蝦的蝦膏 還是什麼之類的 那些也算嗎 對 那些也會累積 如果牠在深海裡面有時候 但重點來了這個 這個為什麼 因為之前剛好 牠就用打頭髮有沒有 檢測你身體有沒有拱 結果後來一側就想說奇怪了 太太 你這個頭髮看起來 你這個拱好像很多 你們家附近是有什麼工廠嗎 還是什麼 就開始看有沒有污染源 後來發現不對 牠們家看起來沒什麼明顯 應該有很多重金屬拱 結果後來就檢查發現 因為牠家小孩的拱也超標 什麼奇怪 而且越小隻的拱超標越大 後來就發現 唯一有一個人沒超標 就是喝奶的那個 喝奶粉的 不是吃主食的 後來就想說 那有沒有跟食物有關 結果就發現原來牠們家 非常愛吃這種大型魚 幾乎三餐都吃這種魚 三種魚要特別注意 三種 如果你真的吃到這生魚片的話 一個是剛剛講的鮪魚 鮪魚是很大型的 對不對 然後鯊魚 鮪魚也很大 而且有的人會吃鯊魚皮 有沒有 鯊魚醃成的 然後再來第三種大型的魚 就是所謂的鯊魚 鯊魚也不能吃 鯊魚也是很大隻的 你沒看到牠圖片上 都是超大一隻的嗎 你有吃過某香菌嗎 那應該是環保的 白了會提到因為很大 那不能吃吧 那不能吧 牠其實有建議量 在所謂有兩個族群 真的要建議要少吃 一個就是正在懷孕的 正在懷孕的 因為牠的狗跟重金屬 確實會透過胎盤去影響到 小朋友的腦部的發育 所以你下兒童 有時候媽媽會帶去吃鯊魚片 會吃本料理會吃到 會轉送魚 如果你真的要吃鯊魚 可以吃小型魚的 小型魚 比如說像秋刀魚 花飛刺破 這種都是屬於比較小型的 相對也來得比較安全 真的要吃的話有建議量 不是說不能吃 因為坦白講 深海魚它的Omega 3 脂肪酸確實高 會吃魚會聰明的來源 可是我們的淡水魚也很好 我們的台灣鯊Omega 3也很高 對 那深海魚 你就是可能一個月裡面 我們可能會建議 大概就是最多 大概是八片左右的生魚 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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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 八片是多大片 這麼大片 沒有 他就跟 八塊 他就跟師傅說 麻煩你切大片一點 不要這麼大片 好 第八個是什麼 來 看一看 是誰 什麼 這個有 別太誇張了吧 真的嗎 這是什麼要切 是什麼專家不敢吃的食物 靜影發現場一陣騷動 八 最後一杯 什麼 不行 不敢先 不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各位觀眾 最後 是什麼 最後一道竟然是這個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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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可以 你們不可以面對現實 市場沒有 要是自己的朋友 所以還可以回家 好 第八個是什麼 來 看一看 黑暗哥來 是誰 什麼 這個有的 也太誇張了吧 真的嗎 這是什麼東西 這那麼健康的 這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 要亂拿 對啊 你是沒有菜隨便擺一拿 不能亂熟孩 這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 各位觀眾 蔬菜耶 妳說可不可能 豆芽菜的 超健康的好不好 第八名 豆芽類 原因是 添加漂白水 有嗎 真的嗎 妳就試吃了 我不要再生了 妳吃 其實它不是真的 漂白水 而且我們家好愛吃 豆芽類 因為之前曾經有媒體 去做一個調查採訪 然後他們就實際去問那些 販賣的頁 你看我賢慧起來了 確實會為了讓它賣相比較好 就會做一些他們俗稱的白粉 就是讓它比較漂亮 但是不是漂白水 但是其實豆芽菜 那如果買有機的豆芽好吧 豆芽菜其實 剛剛那個徐老師在做一個動作 你就把它那個前面虛虛拔掉 對不對 不是賢慧嗎 我跟你講 豆芽菜其實全身都是飽 它都可以吃 但是有些人是因為口感的問題 才會把前面的那個虛拔掉 但是之前有發現 有些人在種豆芽菜的時候 他會在豆芽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噴了一個叫無根劑的東西 沒有根的一個就是藥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平常叫它豆芽對不對 但是它在高級的餐廳 它就叫銀芽 銀芽的時候它前面沒有虛 然後它為了讓它長出來沒有虛 就是賣相很好 它就噴一個無根劑 所以它長出來是沒有那一段虛的 直接就這樣 好厲害喔 對 它就沒有那一段虛 然後再來還會加蒸胖劑 就是會讓你看起來 肥肥胖胖短短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可口 那相對他們就會說 這個可能是品質比較好的 那其實它都是加了這個 所謂無根劑 它應該叫有虛 長出來的話 正常你自己再加種豆芽 因為豆芽很好種 其實你會發現有那一個虛 這個我覺得還OK 這個還OK 先這樣看這個 對 好不好 什麼可能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就活不下去了 這個不能吃冰魂了 是什麼 拿出來孩子會瘋狂的 真的假的 不可以是我們家 一箱一箱存貨 你不要下來 不會 對啊 甜點嗎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你幹嘛 你習慣了 我這是你小心的意思 完蛋了 這我們家 我們家兩個小朋友 每天都吃 每天 每天都可以吃 小朋友把這當成是獎勵了 對 郊遊也吃 回到家也吃 飯後甜點也吃 有心 颱風要來的時候 我們家第一個 先買一箱這個 來 1 2 3 餅乾 可以 可以 真的 第9名 夾心餅乾 先來一塊米米米 而且這個跟冰淇淋 打有多好 為什麼 反式脂肪酸 這個東西不好嗎 對 大家如果有注意 最近的新聞的話 就會發現 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 他們現在正想做一件事情 他們想要 復健的禁止他們的食品業 在食品裡面放 含有反式脂肪的氫化油 為什麼 因為他發現說 早年曾經覺得這個油很棒 現在發現這個油太可怕了 因為它進入你的身體裡 會讓你的壞膽固醇變多 甚至可能會增加你罹患那種 代謝症候群的機會 因為外面的餅乾 可能一些反式脂肪酸這些 因為反式脂肪酸它無所不在 我們今天可能真的要多吃一點青菜 才能夠把膽固醇降下 可是夾心的成分很複雜 就是說因為它基本上 你仔細去看後面的成分 很多人吃餅乾沒有看成分 但一個夾心 它這樣小小薄薄的一片 它裡面可能就十幾種的成分 甚至於有一些奶油 它根本就不能放太久 為什麼它可以處 有些餅乾它可以放大概半年 有沒有 甚至於有一年的 然後它又是夾心的 那如果 而且早期 而且甜甜的 那個塑化劑 他們說夾那個果醬 因為也要讓它的夾心比較均衡 所以後來發現在 夾心餅乾裡面的一些果醬 它其實也有中標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吃餅乾 盡量還是吃比較單純一點的 不是說不能吃 對 是真的不要有夾東西的 阿兵哥的有 超好吃 超好吃的 但我如果說單純的餅乾 然後抹花生醬 再加一點生餅片你看看 怎麼拍的 耳道爆 還是亮的問題 是吧 最後一個來 最後一個 黑人哥 你來 咪 這誰 那個 他姿募 鏡頭不好抓嗎 你試問用那個開你的頭 我跟你講 女生也是不要倦怠 來 最後一枚 什麼 不行 怎麼 都可以先 都可以 可以嗎 不行 不行 從小一定要有的東西 製作人 製作人 這我不依 真的 這集我不能結尾 厲害 這我們家餐餐要有 真的還假的 是不是 為什麼 花雕雞開鍋了 為什麼 我覺得這沒有不依的 餐餐是不是 莉莉啊 老師家很愛這個 沒有 十斤十斤美的 不是 任何東西不好吃 再加一點這個味道就好 那不得了吃 真的 這個香菇 這個不難 我跟你講 華人的驕傲就是我 我先 你吃這種東西嗎 我先 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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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 不行 我還 1 2 3 1 2 3 我就偏不接 沒有 連導播都會嚇到了吧 好 各位觀眾 是 最後味道 竟然是這一個 這什麼 生日 我要告訴你 開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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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得不願意面對現實 市場不願 要集結的朋友 現在可以回家了 沒事 你跟婆婆媽媽媽回家 沒事 不願意要面對現實 要集結了 這不行 不行 不行 沒有肉鬆不能過日子 我要告訴你 這個東西你們可以 肉鬆和魚鬆 你應該拿你這麼香 還有 重基礎食材 我跟你講 重點還不是這個 我先講肉鬆的部分 肉鬆 我曾經訪問一個 訪問過一個很著名的 大腸直腸外科的主任 他說他絕不吃肉鬆 絕不 為什麼 因為他是大腸直腸外科醫生 所以他此生執行最多的手術 這幾年來執行最多就是切大腸 就大腸熬的手術 他說他吃那麼多大腸癌之後 他就決定他再也不吃肉鬆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肉鬆 也是大腸癌的危險因子之一 為什麼 他說第一個 肉鬆是用紅肉做的 肉鬆為了把它做成這個鬆狀 它的高溫去備炒它 一直炒 一直炒 他說紅肉在高溫 就會產生一種叫雜環胺的東西 那個就是大腸癌的危險因子 當他吃進去之後 尤其女生又很多 尤其很久又不出來 讓他留在裡面對不對 那東西會刺激你的細胞 它在分裂的過程中會突變 所以它就是一個致癌因子 所以他就說 他身為大腸脂肠外科醫生 他不吃肉鬆 可是在家裡沒東西吃 我就是白飯加肉鬆 光吃力量 因為他說就算他是良心 肉鬆也可以夾肉鬆 白竹 賣片也夾肉鬆 蛋餅可以夾肉鬆 蛋餅也夾肉鬆 蛋餅也夾肉鬆 對 這是一個切過很多條大腸的醫生 給你們的良心喊 我問一下素心 你自己是不是肉鬆 是 所以是量的問題 對 是量的 我建議一下 如果是我肉鬆跟魚鬆選的話 坦白講 我會比較不吃魚鬆 對 你覺得肉鬆 我建議一下 如果是我肉鬆跟魚鬆選的話 坦白講 我會比較不吃魚鬆 對 你一定要把它一直跟著打飛槽 比較不吃 真的 因為尤其是 像旗魚 剛剛我講的那個 比如三種魚是那個大型的生蠔